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閃爍 康復天上心 醉亮你一看 我是真的找到有冬天的歌叫做 冬天裡的一把火 等一下 我還沒講完 這首歌最早唱的人就是高凌峰 高大哥 就是他每次在唱歌的時候 旁邊就會沾兩個伴舞 而且那伴舞非常的性感 叫做阿豬與阿花 所以我今天也來扮演一下高大哥好了 阿豬和阿花呢 溫雅來一下好不好 耶 笑笑笑好來來來來 你就像那冬天裡的一把火 熟熟火焰溫暖了我的心 每次當你悄悄走過我身邊 火光 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閃爍 康復天上心 醉亮你一看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熟熟火焰 照亮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照亮了我 照亮了我 雖然我沒說 每天喜歡我 康復天上心 雖然的一看好 習慣我那怎麼點不著 宇哥你點不著沒關係 我們都沒有在看你 我那時候去了JYP 我是JYP的第一個中國人 因為我特別的優秀 然後我當時 可以拍 在韓國的時候 見到誰我都會 游刃有餘地跟他們打仗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可是我內心當中是孤獨的 直到有一天 我的房門被敲開了 敲開門的時候 你正和你女朋友缠綿 又繞回去了 誰敲開了你的門 是個泰國人 他叫Nikun Nikun 是個特別健壇的人 但是他跟我沒有什麼可談的 因為語言不通 於是在那個冬天 我就在被窩裡 練泰文 對 就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練了一首歌 我希望唱給他聽 什麼歌 這首歌是一個泰文歌 我練了很久 我見到他 我先是用泰文跟他打招呼 然後唱了這首泰文歌 所以把這首歌 要送給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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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我的歌 怎麼沒有 好棒 你唱的這個泰文都是正確的嗎 不是 你唱完以後 彌坤什麼想法 彌坤就繼續用英語跟我交流 大勋你有没有什么 关于冬天的这种歌的记忆 06年那一年 然后那个冬天 是我特别记忆深刻的 因为我来北京学那个考前班 然后那个时候 我到考前班我就发现 我比别人胖 我那个时候两百多斤 你是怎么减肥的 那个时候我就激励自己 吃很少的饭 然后基本不吃主食 然后就在跑步街上跑步 然后在跑步街上跑步的时候 我就经常听一首歌 那这个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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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的情报局是不是漏了 雪芯情报局 对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雪芯情报局 洗个头吧 干脆 先生 这边请 先生 搓澡的请往这边 修脚的请往那边 说谁吻了雪佛 就是我想告诉你 我吻过 不好意思 让前锋一个人安静一下 女人天真的眼神 如果你觉得难受的话 我也可以再吻你一次 这个小鲜肉好放得开 我不仅被告知 这种心碎的感觉 还被他羞辱了 没有 我是想把雪佛的吻 传递给你 我不要 我要自己吻 你要自吻 我问一下 这个大勋真的 你们俩在戏里面 有倾倒 对 就有荧幕的场景 就是他要吻我这样子 我给你示范一下 那条我是怎么做的 走 走 大勋 我告诉你 上一期薛之谦只是偷偷地吻了雪佛 你看他今天还在吗 雪佛 我觉得我不能在这陪你了 杨迪 杨迪 局长 我这个故事让我咬牙切齿 它发生在冬天 又是冬天吗 我错了 还不行吗 故事都是有来有往的 你今天也准备了很多故事 对不对 我不说了今天 好嘞 我不要我的故事了 删掉 我们和几个朋友在冬天的时候去一个藏区那边玩耍 当时找了一个那个司机 来回300还是挺便宜的 到了以后 那个司机说 请把钱给我 我要回去了 我们说我们刚到这个地方 你要等我们玩了 不不不 来是300 回去还要加300 哎呦 然后我们一看那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 就没办法 你必须要给这个钱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回去 我回来以后越想越气 我们班上的同学回学校以后说 这个是那个司机的电话 我们今天晚上12点钟 一起给他发个短信 燃灯师傅 你在离天最近的地方说了谎 老天爷看见了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调查清楚了 前一天不是要约他车吗 燃灯师傅你在哪儿啊 哈哈哈